男子陈太义因为强盗杀人被判无奇徒刑 但是法官竟然忘了依职权上诉 去年才发现疏失 将他依诉审法 减刑改判15年定业 男子陈太义是在11年前持枪抢银行 当时他得手53万元之后 在逃离的过程当中 先是开枪射杀了附近的早餐店老板 之后又射杀了冒住他不放的银行箱里 陈太义原本是被判死刑的 不过耕三审或判无奇 现在依法减刑改判15年定业